誰還在那邊要不要咬咬咬咬咬咬 余美人喔 喔喔喔 幾歲啊 你是吃防腐劑還是吃好瘦髮劑 喔喔喔喔喔 替妳祖母 喔喔喔喔 她還有妳 大頭子 我還沒看 妳頭子也沒差小一點 還記得吃兩顆小鹽的 喔喔 妳當中妳沒事了是不是 不務正業 吃飽在賣水狗 還可以做人 狗兩個阿嬤來給妳祖母吃看看 比較正經的 叫妳媽喔 每天都在蕭翁啦 她還給妳 什麼 就是在說妳 在看電視的這個 妳是吃飽太鹽沒事做的嗎 導播妳不要弄這個蜜蜜 後面我沒事喔 我如果電視看出來的時候 如果沒有給我閉嘴 妳就知道是導播喔 模仿我還可以來一個加分題 你也會模仿嘛 沒有 我是沒有像八弟那麼厲害 可是我有最近偷學了一下下 學了一下我們三立以前 有一個八點檔非常火紅 我叫台灣霹靂火 有一個角色 裡面有一個 大家很愛 和李彥平 公車評 很敢挑 可麗節 可麗節 可麗節的那個角色 你要模仿公車評 對啊 因為那個媚人 媚到整個媚一片 媚到人家還會聽得很開心 還會送 很不簡單耶 對 其實很爛耶 真的媚一片 也都會牽絲 媚到人家很開心 是啊 你比較旁邊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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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美人喔 喔 喔 幾歲了 喔 喔 好你喔 還可以當保持這樣好 不好意思 喔 你是吃防骨劑還是吃塑化劑 喔 喔 還有保養 比較旁邊這樣 不要騙你們組嘛 喔 喔 這裡還有你 大頭 唉唷 唉唷 我六天沒看 你頭也沒跌得小一點耶 你還在頭部那邊有跌到 如果有空喔 會去你吃兩顆小鹽的啦 哇 那你叫什麼 八弟喔 嗯 六個這個 一個個個 對 都像我媽媽祖連參選的 我跟妳說啦 妳不用在那太強了啦 本財產的時候 妳就在死啦 喔 妳當初妳沒事了是不是啊 不務正業 吃飽在賣水餃 浮現水餃 還不可以做人 嚇到阿嬤 給妳祖母吃看看啊 啊 尤其尤其尤其還有啦 我常常在看妳的IG喔 常常你抱妳媽 妳媽這樣整天說 老公好幾天沒有回來 有好想老公 比較正經的 叫妳媽喔 媽幾天在那裡燒烘啦 她還給妳 主婦 就是在說妳 在看電視的這個 欸 啊妳怎麼每禮拜 六點半都准是在看超級容忍棒 妳是吃飽太炎沒有事情做到啦 我跟妳說啦 是說看電視也好啦 我跟妳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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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跟妳講 妳就在死 導播喔 啊妳的工作人員 是在笑什麼啊 我黏著在講 整片黏著要死 都沒有人拿來 妳面子也是怎樣 快點啊 開在一起嗎 快點啊 拿桌啦 不好意思 有一個說自告奮上 想要給妳練一個 那個阿麻老師 阿麻老師喔 她說她沒有妳練怪怪 阿麻老師 妳這團也稍微看哪個教的 蛤 那如果在演的時候 打敗打敗 喝敗 喝熱酒的喝熱酒 無邊人的無邊人 無邊人 哪罐的哪罐的 還有那裡都各位 蛤 蛤 妳一個人在這裡隔離 很開心喔 妳應該是沒有確診啦 或是 或是確診妳用整個 妳沒有確診啦 阿弄過是弄真的喔 陳孟賢人去哪裡啦 陳孟賢人去哪裡啦 陳孟賢 陳孟賢 回來喔 快回來喔 待會兒 待會兒請啊 尤其妳的陳孟賢喔 奇怪 讓我們看的觀眾都很愛看她 那誰還要不要 那錢 他幾家一�aja 五餞兩�沒有確診 妳 times 妳為什麼угnam 她唱我不錯 妳們馬馬上看 我是黏走了啦 妳是 environments嗎 っちゃ 厲害耶 陳孟賢 наг 厲害 厲害 太正要嚇死了喔 我覺得她可以從 我覺得她可以從 早上罵到晚上 如果我們沒有阻止他 她會 concerned 我跟這種人結婚 我應該會 烘掉耶 還有在想婚姻的是常識 沒有 可是被他罵會有種很爽的感覺 他都有罵 他都有罵到每個人的point 而且他罵的當中又帶有一點祝福 對啊 你給我吃宵夜要吃兩隻吧 這個感覺是 台語版的吐槽大會那樣 對啊 目前在台語版身鼓勵一下 太優秀了 我還沒看誰知 騎來騎去走來走去吹不搖智 整天會痛痞痞 痛痞痞的時尊我的夢塞哪裏 哪覺醒的時尊 請你到沒一兩千在身邊走 以前就要繼續 請大家繼續健身 先走困難向前行 孤孤坐坐 弟弟妹妹 乖乖乖聽話都不不領 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 身體健康就無歡樂 都不不領 只要身體健康就無恁 不如意義 我的就有意義 只要身體健康 我的就有意義 雙心 也過一日 不如快快溜溜 也時來過一日 以前就要結束 請大家歡歡喜 快快溜溜 用車好天 呱呱坐坐 弟弟妹妹 快快 聽話 亂免走 阿公 媽媽 爸爸 媽媽 身體健康 中保安 亂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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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達 謝謝 笹鳳賢 謝謝 și給你們 謝謝Dance 謝謝Dance老師們 笹鳳賢 這條題 你是經常會在生活中找題材 而且你也是 你的改編呢 是會讓人家玩耳ザ肴 而且是有创意在裡面 我覺得你也有一直在進步啦 所以這兩位都有非常好的才能 我覺得今天舞台上邀請二位 真的是很棒 是我們的榮幸 加油 謝謝 阿德老師請講評 我覺得志偉跟孟賢 就是他們的演出有一種特質 就是真的是苦練實練出來的 這絕對不是造腳本 你現在寫一個歌詞 要把原來這個樣的一個感覺 然後再把它填上一個 打破人家那種基本已經既定的印象 然後又要跟時事結合在一起 然後又要精準的把歌詞背起來 然後又要唱 這個很厲害